全民进入到春运的高峰期 同时全民也动员进行 严防新病毒的这个严控期啊 这两种力量如何平衡 如何影响 今天我们请出各方嘉宾 做顺利的分析 好 首先呢 我们要听一听本台记者罗宇明 今天在广州现场 特别专访到的 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周南山先生 周先生特别谈及到了 这次整个病毒传播和发展 到现在这个节点上 究竟处于紫阳的一个阶段 我们听一听中线如何说 现在这个在武汉出现的 新型冠状病毒 主要集中在这个一个比较局部 就是武汉这个城市 那么在当湖北也有一些 那么在对外传的呢 就是到其他的省份 四五个省份嘛 以及到国外的 都是跟去武汉 差不多几乎全部吧 都是跟去武汉 去过武汉 从武汉来的都偏多 所以说明这个问题 而且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呢 是什么呢 就是武汉 当然也包括广东 已经出现了肯定的人传人的 一个表现 也就是说 他没去过武汉 但是呢 从武汉来的 受感染的人 以后呢 就感染了他的家庭的成员 这个也是肯定的 这个 不管在深圳的例子 或者是在 在广东 珠海 珠海的例子 以及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 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是在医院里头 会传播给医务的人 而且已经发生了 所以正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呢 这个在局部啊 是一个 就是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 这么一个提法 起码是二级 二级到三级 就是第一级是警戒 第二级是严重 第三级是这个 就是说 紧急状态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就应该说还是 应该是一个 起码是一个 违重状态